今年南部芋头面积增加 而且产季重叠之下 导致芋头价叠三成之多 为了稳定台中市芋头市场价格 以及保障农民的收益 农业局除了加强补助农民运销成本之外 也协助预见幸福产品的行销 台湾市长卢秀燕更是以家庭主妇的经验 鼓励民众多买多吃 吃不完冷冻 退冰之后更松软好吃 目前正值台中芋头的采收上市时期 不过近年来南部芋头的种植面积增加 且在产季重叠下 导致跟去年同期的价格比较 芋头价约下跌三成 台州市长卢秀燕特别以家庭主妇的经验 鼓励民众多买多吃 吃不完冷冻 退冰后更松软好吃 再替台中的芋头行销一下 那芋头怎么处理 因为太熟悉了 那芋头它很特别 它怎么保存呢 它有的青菜 你放一下放没多久 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再保存 芋头你可以先把它切块去冷冻 就冷冻 放到冰箱里面冷冻 一整年都不会坏掉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经过冰冻以后 它会更加松软 香甜 台中市芋头产地 主要分布于大甲 大安 外浦 清水 及后里等区 去年灾培面积约881公顷 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受气候影响 台中这期生产的芋头与南部同期 产生短期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情形 农业局也立即启动相关机制 稳定芋头价格 那农业局也逆了相关的一些措施 那在密切监控整个行情以外 那我们会以加工先行 那产销并进的一个原则 来做相关的一个促销 或者是市场计划 农业局指出为了稳定芋头市场价格 农业局采加工先行行销并进的措施 除了启动芋头收购加工外 也规划媒合及开拓饮品 火锅及午餐食材厂商等业者的通路 期盼透过多元通路去规划及推广 保障农民收益 也为农友开创出新企机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